而且他所主演的电影也都广受欢迎 后来到香港去嫁给了赵红奇先生 成为赵太太以后啊 就比较少在荧光幕上跟大荧幕上出现了 最近总算是千呼万唤使出来 主持了一个新的节目 我爱彩虹 在明天晚上就要推出了 希望观众朋友都来收看 谢谢 因此我们今天强棒追击的主角人物 就特别邀请凤飞飞小姐 来接受我们三位强棒所提出的追击问题 我们仍然还是计时三分钟 现在就开始 凤飞我们知道最近已经几样推出新的节目 我爱彩虹 那同一时段的友谈呢 为了应战呢 不惜抽取所有广告 那您的感觉如何 是否压力很大 我想努力把自己节目做好就好了 我们知道你在新的专辑唱片当中 有这个漏相间的新的造型 你是怎么样想到做这样的改变呢 我刚刚画面也出来了 也不是主要这次在 整张唱片是在香港制作 那么包括风套呢 都是香港设计是设计的 那么他提出的构思呢 我接手它 那你想凤鸣们会有什么样的反应 我想现场有现成的吧 好不好 好不好 更好的话 掌声大一个 那他们带我回答吧 自从你远嫁香港以后 大家都很关心您在香港的生活 请问您家里有几口子呢 几口子 我家有四十几口 为什么那么多 我仔细算啊 两条男狗啊 两条小狗啊 五只鸟啊 另外还有三几条鱼 加起来四十几口 怎么开饭呢 我想有人打你饭了 那你平常在家里生活 都是做这些事情吗 没事打打球了 像打高尔夫球这一类的 那打怎么样呢 打怎么样 还好了打七十几根 在哪里打 打七十几根 不九个洞 还有听说你在录音的时候啊 喜欢脱鞋子进去录音 是不是有这回事 这个有原因的 因为录音时呢 有时候 因为我在唱歌的时候呢 很喜欢脚打拍子 那么所以说 也穿鞋呢 打拍子的话 会有噪音出来 那么所以说 我经常把鞋脱掉 然后我怎么打呢 声音出不来 请问一下 您我在我的经验中 好像您的每个节目 都跟彩虹有关 那您是否对彩虹 特别偏好 什么原因 我想渊源在 有一次我唱过一首 有关彩虹的歌 那么 所以我对彩虹呢 就特别印象深刻 之后呢 就慢慢慢慢的喜欢了彩虹 那么虽然彩虹是刹那间 可是 我觉得 刹那之间变成永恒 我觉得很好 而且最近也实行彩虹 像我们公初 现在也画彩虹 你有帽子割后的美誉 什么时候开始喜欢戴帽子 四岁 四岁 你到底有多少顶帽子 三百多点 那最大的是什么呢 最大的多大 最大的 最大的帽子有多大 对 最大我想我没拿尺去量 大概这么大吧 真的 那最贵的呢 最贵的想不起来 大概会超过两百美金左右 真的 那么最小的 最迷你帽子 大概是多大 比给我们看 几根头发戴起来 谢谢你 谢谢 那么三分钟之内 想要问完很多问题 实在不容易 不过我们现在 先来决定究竟是颁 强棒奖还是强辩奖呢 我们一起给他颁 一个大强棒奖 强棒奖 你回答的问题 他们三位都非常满意 他们代表观众 颁一个强棒奖 谢谢 谢谢 但是三分钟的时间之内 我们对于凤飞飞 还有很多很多的问题 究竟还是难以了解的 究竟你是什么样的你呢 所以我们要请凤飞飞 自己来回答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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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